台風吹閘,其中強颱風天鴿集港期間 拍出10號颶風信號 有住宅的停車場,變得好像水潭一樣 更加有住宅的大廈外場吊船 在強風之下鬆脫,並且撞爛單位的玻璃牆 天鴿在澳門造成更加大的破壞 大面積的地方停水停電 屋苑大量玻璃窗被吹爛 恐怖造成10人死亡 其中有部分人是被海水衝入地下停車場淹死 跪在門口,求他們快點救我們 澳門在回歸以來,首次向中央提請 批凸1000個駐澳門解放軍幫忙救災 有澳門立法會議員批評,災情嚴重 是當局的預警機制太差造成的 控災亦揭示澳門長年未解決的排行問題 下一次會看看